我是雞人 人愛哭泳 要一路到人自路去哭蕾仔 早早 恐怖局人員在旁邊掃的時候 發現路邊有超過二十的水溝溝中逢興開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天色暗分 如果沒注意 是會載入水溝溝溝是會很吃力 阿京鳳已經抓到現水溝溝的藍燭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要你了解 還不敢接受 之前風太一樣 人人二路 因為大河中士說有積水跟淹水 甚至淹口卡住 又動用抽水機 那是全球為了要清理 這將這水溝溝溝的憲氣 今天是警方在幾點前來透過鑑飾器 外面入了這條水的雜坡人 這可能已經犯到公共飛騰座 保局人員即時發現 已將被掀起的水溝溝溝恢復原狀 以為用路的安全 並經檢視無損失及意外發生 這次水溝溝溝 顯示屋子 竟然要你正辦 感謝這事無人調傷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